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这本书是出自于高明 一位来自中国的畅销作家 他在2004年纯粹出于好奇 开始接触精神病人 也不抱什么研究的心态 从一个正常人的角度 窥探精神病人的非正常世界 四年里他密集接触了100多名精神病人 把大多数空闲的时间都搭在这里 成就了这本天才在左疯子在右的著作 这本书是探讨人门口中所谓的疯子的思想 看法和态度 里面的内容谈到了范围很多 包括物理学、量子力学、UFO、世界观、思想、哲学、梦境 还有很多很新奇的事物和章节 无可否认 里面的内容真的让我大开眼界 我甚至开始怀疑 到底疯人院里面的人是真的疯了 还是只是生错了年代 就如当年的艾伦图灵 他被称为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之父 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 有诸多贡献 换句话说 没有图灵 可能我们现在使用的电脑、手机、甚至人工智能 会延迟个几十年出现吧 但是因为图灵出生的年代 并不能接受同性恋者 而他恰好就是同性恋者 以至于遭到当时的英国政府迫害 职业生涯净毁 甚至否认了他的所有贡献 所以生不逢时是真的很可怕的 回到我们的主题 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这本书 是以小单元来讲述精神病人他们脑里的小世界 里面共有50篇单元 我挑了几个 我个人觉得很有意思 并且具有启发性的故事来分享 角度问题 这个单元的主角是一位思维很活跃的女生 但是身边的朋友都觉得她很奇怪 所以找到了作者去与她接触 以下是他们的对话内容 女生说 问题在于我们成年后都想复杂了 作者说 很正常啊 女生说 你看 成年人用自己的态度去教育孩子 但是教育孩子什么呢 长大以后的事情对吧 那么孩子能不能接受 或者成人表达的时候 能不能说明白 万一表达错了呢 万一理解错了呢 那么接受知识的孩子会被影响一生呢 可是问题又回来了 到底什么是正确的 说个我自己的观点吧 绝大多数从事儿童教育的人 并不懂孩子 我们举个例子 我看过一些给孩子看的文章 比如说早上出门吧 会用孩子的口气去说 天空很蓝 树木清脆 空气新鲜 诸如此类 对不对 作者说 这是表达孩子的纯洁 女生说 那我来告诉你我知道的吧 就早上出门看到什么的问题 我问过不下一百个孩子 你知道孩子们都在看什么吗 他们的身高没有我们高 也就没有兴趣看那么多 那么远 那么宏观 他们比我们更接近地面 地面才是最吸引他们的 他们会看虫子 会注意走路踢起来的石头 会留意积水的倒影 会看到埋在图里一半的硬币 他们会观察脚下方砖的花纹 他们注意的太多了 但没几个仰望抬头看天 说空气新鲜的 作者说 你的意思是 很多儿童读物 其实是成年人的角度 女生说 是的 我们看这种文字 会觉得很新鲜 而孩子看 会觉得很无聊 孩子很聪明 但是他们不太会表达 他们只能直接反映为 没兴趣 作者问 你什么时候开始留意起孩子的态度 女生说 四年前吧 那时我跟我哥和嫂子去逛商场 小外甥一直在闹 就是不愿意在商场 开始我觉得他是想干别的 后来发现不是 就在我蹲下去给他细鞋带的时候 我环视了周围才发现 在孩子眼里 商场一点都不好玩 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腿 鞋子 裤子 很没意思 所以我才明白 我已经忘记了小时候的那些看法了 作者说 所以你选择了现在这种生活的方式 他的家不值得像个孩子的房间 到处都是色彩鲜艳的装饰 所有的家具都是圆角圆边的 天花板上有荧光点 如果关了灯 还会显示四处银河 最有意思的是他的电脑桌 在一个小帐篷里 而帐篷外面装饰得像个草坪 上面还有野生生物 女生说 其实我们很多洗以为常的东西 本身就有问题的 但是没有人发现 你留意过超市那种牛肉干 或者仿佛包装的香肠吗 还有外面卖的那种很辣的压脖子什么的 有一次我在超市买东西 一个小男孩站在货架前 很惊恐的看着牛肉干 我觉得他表情很好笑 就上前问是不是饿了 那个孩子说 牛很勇敢 我很好奇 问他怎么知道牛很勇敢 他指着货架上的大包装牛肉干说 你看 那个牛举着自己的肉告诉大家这个好吃 我当时就忍不住笑了 还真的是那样 然后我就留意了很多肉食包装 发现都是这个样的 一只或者几只鸭子举着一个鸭脖子伸出大拇指 一头猪憨厚的拖着一大块牛排赞美 一头牛美滋滋的介绍着牛肉多么诱人 几条鱼欢天喜地的捧着装盘的鱼罐头 作者说 可是都是这样的吧 难道让大灰狼举着肉肠宣传 女生说 其实我只是举个例子 这些包装就这样好了 当我们习惯了 就习惯了 但是孩子不这么看 他们会发现问题 他们会觉得不正常 他们会质疑这些 他们会有新的想法 但是我们不会 只是因为习惯了 我喜欢这个新鲜的世界 而不是习惯的世界 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喜好 而不是必须跟别人一样的态度 所以我这么生活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至于我是不是要对所有人说这些 这是我的权利 假设我不愿意说 那么我就不说 别人怎么看我 不是我的问题 是他们的问题 就像那个朋友 觉得我很怪 不正常 所以找你来跟我接触对吧 我觉得他不正常 而不是我 作者问 你这么做会累吗 女生说 这是我喜欢的事情 我不觉得很累 人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 会很投入 很疯狂 而且会自己找问题 想办法 生存和兴趣永远是最好的动力 当然了 现在大家都追求物质生活 把那个作为动力 也没什么不可以 很多人用很多不同的方式 去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比方说 你想要有大房子 有好车 有漂亮的老婆 那么你拼命挣钱 另一个人想过野人的生活 不想跟钱挂钩 希望活得像只狼 还有人一门心思 变着花样环球旅行 挣点钱就跑出去玩 那么你在你的角度说 你们都是傻子 都有病 不为钱折腾个屁 而他们也会笑话你 为了钱疯了 或者根本无视你 其实这是什么 就是价值观的问题 说白了 是角度问题 是不是蛮有启发性的 接受别人的不一样 和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即使是站在对立面 也要包容于接受别人的观点 只要那些观点不伤害到别人 造成别人的困扰 其实真的没有必要 把每个自己所遇到的人都同化 也没有必要用同一个价值 去衡量所有人事物 接下来我们进入另一个单元 在这个单元中的主角 是一位17岁的少年 在故事开始前 我先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什么是思维 在物理学中的四维 是指长度 数量 温度 和时间 前三维是由牛顿总结 长度包括长 宽 高 核荣基等 数量包括质量 个数 次数 等 温度包括热量 电能 电阻率 等 时间是由爱因斯坦 在牛顿的基础上补充的 包括笔热容 速度 功率 等 在书中 少年说 其实我们都是四维生物 除了空间外 在时间轴上 我们也存在 只是必须遵从时间的规律 就是因果关系 比如录音机先要按下去开关 录音才会开始 如果没人按 录音就不会开始 因果关系 所以说 我们并不是绝对的四维生物 我们只能顺着时间流推进 不能逆反 而它不是 这里的它 是指少年口中的绝对四维生物 少年说 它是真正存在于四维中的生物 四维对它来说 就像我们生活在三维空间一样 也就是说 它的身体的一部分 不是三维结构性的 是非物质的 你想象一下 如果把时间划分成段的话 那么在每个时间段 人类只能看到它的一部分 而不是全部 四维生物可以不考虑因果 就是它们不被因果束缚 具有量子力学的特性 在书中有一位量子物理学教授参与 在这里教授的简单解释是 两个互不关联的例子单元 也许相隔万里 却能互相作用 少年继续说 最简单的说法就是 你在这里 不需要任何设备和辅助 操纵家里的一直画笔在画画 完全按照你的意愿画 接着教授问少年 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因为这些都是 现在全球顶尖量子物理工作者 都在研究的问题 少年继续说 四维生物告诉我的 还有看书看到的 作者问少年 你说的那个四维生物 是怎样和你说的 少年说 只能感觉到 书是我自己找来看的 因为我不能理解它给我的感觉 所以我就找那些书看 作者问 可是你怎么能够证实 你的感觉是正确的 或者说 你怎么证明有谁给你感觉了呢 少年说 不用很远 只要倒退一百年 你对当时顶尖的物理学家说 你拿着一个没有巴掌大 没有一本书后的东西 就可以跟远方的人通话 而这要靠围着地球的卫星 和你手机里那个 跟指甲一样大小的卡片 你可以坐在一个小屏幕前 跟千里之外的陌生人谈话 而且还不需要任何连接线 你看地球另一边的球赛 只需按下电视遥控器 他会怎么想 他会认为你一定是疯子 因为那超出当时任何学科的范畴了 列在不可理喻的行为 对吗 作者说 但你说的是感觉啊 少年说 那只是个词 发现量子之前 没人知道量子该叫什么 大多只能叫做能量什么的 你的思维 还是关有的物质的世界 那是三维的 我要告诉你的是四维 非得用三维框架来描述的话 我觉得我们没办法沟通 教授问少年 绝对视为生物还给了你什么感觉 少年说 对我们的看法 我们对他来说 不是现在的样子 因为他的眼界 跨越了时间 所以在他看来 我们都是跟 弩动的虫子一样的东西 你可以想象得出来 跨越时间的看 我们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虫子怪物 从床上延伸到大街上 延伸到学校 公司 商场 到好多地方 因为我们的动作在每个时间段都是不同的 所以跨越时间来看 我们都是一条条虫子 从某个时间段开始 到某个时间段结束 绝对视为生物 可以先看得到我们的死亡 再看得到我们的出生 没有前因后果 其实这个我很早就理解了 时间不是流逝的 流逝的是我们 作者说 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天才 那么他也只能是一百年后或者更遥远未来的天才 而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 在下期节目中 我会继续分享书中的两个单元 一个是关于死亡与重生 另一个是关于时间的尽头 感谢收看这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见 请多谢观看